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古埃及是一个非常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,金字塔,木乃伊,都是我们现代科技,无法准确解释的现象。 而今天讲的就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徒坦卡蒙,徒坦卡蒙在九岁就当上皇帝,然而不幸的是十八岁就离开了人世,他年纪轻轻怎么叙事的呢? 杀害徒坦卡蒙的凶手是谁?徒坦卡蒙的一生,为什么如此短暂?徒坦卡蒙的死在历史上又留下了哪些印记?王朝的命运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? 鲍勃布刘尔这位历史学家从零散的卷宗、文物以及灵木和木乃伊这些物件中,整理还原出了一个历史故事。 在徒坦卡蒙的故事里,人们能感受到古埃及王权斗争的惨烈。 三千多年前,徒坦卡蒙所处的时代,是埃及历史上异常动荡的时代。 国家无法实现统一,政治和宗教的骚乱,使得固有的社会秩序,遭到进一步的破坏,朝中贪婪的野心家们开始拉帮结派。 这样的时代,背景,加上年轻的国王,和他深爱的妻子,没有生育出一个王位继承人,这些原因令埃及犹如一个火药桶,依然急爆。 恶魔终于向年轻的徒坦卡蒙举避起了凶器,王权因而得人一嘱。 那么,是谁杀了徒坦卡蒙呢? 嫌疑人一,军队统帅霍朗赫布。 霍朗赫布常常教徒坦卡蒙驾驶战车、狩猎,这些活动都有可能有发自意外事故。 如果徒坦卡蒙真的是死在路上,尸体在霍朗赫布运回之前就可能腐烂了。 这倒可以解释,为何在木乃伊上,额外倒了那么多防腐香料? 霍朗赫布式君最可能的动机是自己想篡权登上王位,要想达到这个目的,对于手中掌握金权的他并不难。 嫌疑人二,徒坦卡蒙的妻子安克沙纳门。 他的动机可能是篡位,或者是希望有继承人。 在徒坦卡蒙的墓穴中,还发现了两具胎儿的木乃伊。 据推断,两个死胎都是徒坦卡蒙和妻子所生的女儿,这两个死胎可能是早产或死产。 如果徒坦卡蒙没有能力生育一个后代,安克沙纳门很可能希望他出局,而自己可以跟其他男人结婚。 嫌疑人三,宰相爱。 爱在徒坦卡蒙的父王执政时就是宰相。 后来他辅佐九岁的徒坦卡蒙登基,国家大权一直由他掌控,而且徒坦卡蒙对他也非常信任。 爱下独守可能是记忆法老的宝座,而在徒坦卡蒙死后,他则当上了下一任法老。 而且在徒坦卡蒙的墓中,还有爱主持徒坦卡蒙造立仪式的壁画,而当时有权主持这一仪式的将是继承法老的人选。 此文章为谈笑古史原创。